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线上主约 好,很开心看到你们 希望你们现在一切都安好 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开始的祝告 一起把手合起来 眼睛闭起来,我们会帮你讲话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 可以在线上聚集 来敬拜你 和学习你的话 求主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 下的时间 下的时间 我们如此祷告 对 公主耶稣祈求 对 所以上帝的小孩说 阿们 阿们 好,感谢神 我们能有生命气息 来赞美他 所以第一首歌 我们要唱你们很熟悉的这首歌 是 耶稣祝你 超线我 大家继续 拜拜 拜拜 阿们 he's the one who makes the sun shinehe's the one who puts the moon in the skyhe's the one who hung the skyone by one he's the one who makes the sun singhe's the one who makes your dreams so highhe's the one who makes me shineday by day jesus you're my superhero you're my star my best friend jesus you're my superhero you're my star my best friend je 올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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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my superhero You're my star My best friend Jesus, you're my superhero You're my star My best friend Jesus, you're my superhero You're my star My best friend Jesus, you're my superhero You're my star My best frien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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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hoven via new show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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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č Roval美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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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poleOr action me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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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Well then everyone Jesus you're my superhero You're my star My best friend Jesus you're my superhero You're my star My best friend 我要靠出的神 靠出的神 靠出的神 Hallelujah 每个音诗都是 Yes! Amen! 有主我必的神 我要靠出的神 靠出的神 靠出的神 Hallelujah 每个音诗都是 Yes! Amen! 有主我必的神 今天是主所定日子 我在一起就必欢喜 早晨洗来大声欢呼 Yeah! Yes! Amen! Yes! Amen! 有主我必的神 我要尝尝喜乐 尝尝喜乐 尝尝喜乐 Hallelujah 喜乐又在我心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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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都不见了 我要尝尝喜乐 尝尝喜乐 尝尝喜乐 Hallelujah 喜乐又在我心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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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都不见了 今天是主我必的神 今天是主所定日子 我在一起 总必欢喜 早晨洗来大声欢呼 嗚呀 喜乐有在我心 哈哈哈哈哈哈 烦恼都不见了 我要唱唱喜乐 唱唱喜乐 唱唱喜乐 哈利路亚 喜乐有在我心 哈哈哈哈 烦恼都不见了 我要靠住的神 靠住的神 靠住的神 哈利路亚 每个一世都是 Yes! Amen! 有主我必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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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靠着爸爸 有人靠妈 我却依靠 也好花生地弥 有人靠着爸爸 有人靠妈 我却依靠 也好花生地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在心中里的神 靠着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一世三名一番不信封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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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恩惠 无论他无畏 手靠你命 他的勇赴 心靠你地 并不是受贿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在心中里的 双勇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一世三名一番不信封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在心中里的神 余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一世三名一番不信封 耶 有人靠車 有人靠马 有人靠着大群头和二十一 还有电脑 电视电动 电话 洗几 苹果 都不理所 灾难以来道 这些全都不可靠 但我靠的是 常常天地万物 余生霹雳 超级无敌 十分 十分 每个玛丽 所有者 秘密就离 耶和华 或几世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在心中里的 三 六 二 三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尼哈利光路亚 River 中共 刚受心的人 大家 可以找一个地方坐下来 坐下来呢 好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讲课之前 我们先来唱个首《圣经里听》的话 准备好了吗 来 我们唱两次哦 来 一二三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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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现在要听课了 大家找个地方坐好 準備好 今天 我们要来讲一个 鸡蛋 鸡蛋 碰石头的 故事 那是什么意思 是鸡蛋碰石头的故事 所以我要跟你讲 现在你看好 所以现在你们看啊 所以现在你们看好 我现在要做一个鸡蛋碰石头 所以我要问你们 你们大家都知道鸡蛋 对不对 鸡蛋跟石头 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那我想问你们 觉得鸡蛋跟石头碰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事 鸡蛋会破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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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鸡蛋会破掉 为什么鸡蛋会破掉 鸡蛋跟石头碰在一起 鸡蛋会破掉 鸡蛋里面有多 鸡蛋很脆弱 刚才有一个人讲得很好 他讲 为什么鸡蛋跟石头碰在一起 鸡蛋会破 因为鸡蛋很脆弱 对鸡蛋又小 然后皮又薄 跟石头碰在一起 一定完蛋了 我们来看一下好吗 看得到吗 OK啊 你下面放个盘啊 当然我下面要放一个碗 当然我知道 不然我就完蛋了 OK来 我们来鸡蛋碰石头 准备 鸡蛋棒 1 2 哎呀 哎呀 哦哦 哎呦 刚才在我卡住的时候 你们的鸡蛋已经破了 我把鸡蛋关掉了 OK 你看鸡蛋都破了 所以鸡蛋碰石头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鸡蛋一定会破了 因为鸡蛋很脆弱 然后鸡蛋很弱小 跟石头比起来没有得比 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 这个石头 他相信 这个水可以帮助到他 你相信水可以帮助到鸡蛋 来对抗这个石头 你相信吗 你不相信不用紧 你不相信不用紧鸡蛋相信就好 鸡蛋相信这个水可以帮助他对抗石头 所以现在我要把鸡蛋跟水放在一起 OK 看好哦 我现在把水放在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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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OK 好 然后我就要把鸡蛋放进去了 因为鸡蛋相信水可以帮助他对抗这个 好 OK 看到了啊鸡蛋在里面了吗 OK 好 现在我们要来鸡蛋碰石头多一次了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结果是怎样 准备 准备 哈 哈 诶 鸡蛋怎么样 鸡蛋有没有事 没事对不对 啊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用这个 直接剃掉这个石头对不对 都没有事情你看 因为那个桶可以保护那个鸡蛋 不是桶哦 是水哦 如果没有水在里面的话 这个桶也是没有办法保护鸡蛋的哦 鸡蛋会破的哦 只有水 只有水可以保护到鸡蛋 因为它承受那鸡蛋的那个压力 所以哦 他在创鸡的时候他没有事情 所以是水保护的鸡蛋不是瓶子哦 如果只是瓶子跟鸡蛋你可以试试看 瓶子跟鸡蛋碰石头 鸡蛋也是会破的 所以这个水重要 为什么鸡蛋 没有碰到水啊 那个鸡蛋会破咧 啊 因为它很脆弱 刚才你们讲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要跟你讲你看 刚才你们都不相信 水可以帮助到鸡蛋 但是鸡蛋相信啊 鸡蛋啊 鸡蛋啊相信 水可以帮助到它 所以 它就选择 被放在水里面 然后你看它现在 嗯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故事里面的鸡蛋跟石头是谁 ok 今天我们要看的主角 就是这个小男孩 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男孩吗 看到那个小男孩 它的名字叫做 真的 它的名字叫做大卫 大卫 那这个大卫呢 为什么我说它像鸡蛋 它那个时候呢 还很小 很像十二十三十四岁这种年龄啊 少年的时候 那它是一个木童 木童就是它帮它的爸爸 照顾羊群 每天都帮它爸爸去照顾羊群 他们的家里面有八个孩子哦 啊 ok 大卫有七个狗狗 它是最小的 然后呢 为什么我讲它是鸡蛋 因为它那个时候很小 它只是帮忙照顾羊群 它的狗狗 它的狗狗已经长到了的 然后它们已经去当兵了 ok 所以大卫在它们面前很像很小这样 很小然后又没有什么本事 对吗 所以我就把它形容成 鸡蛋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石头是谁 我ец grupo 新链石头就是 哥 利亚 这个个利亚它是一个巨人 你知道什么叫巨人吗 英文叫Absżenie 巨人就是很大很大很大的 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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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大非常高非常有能力的 所以我就用石头来逼开 非常很高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 他应该生鸡血纸来到小人国家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个大卫是鸡蛋 怎么去对抗这个石头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个鸡蛋控石头的故事 这个故事叫 David and Goliath 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大卫了 大卫他是一个木头 他每天都会帮他的爸爸照顾养群 大卫被上帝拣选 告诉他他以后会成为一个国王 但是大卫要等他成为国王还很久的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在以色列 还有另外一个国王 那个时候的国王叫扫罗 扫罗呢跟他的军队呢 有一天呢他们来到这个 以拉古 这个古的名字叫做以拉古 在以拉古的另外一边呢 就有以色列的敌人 这群敌人的名字叫做非利士人 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这个哥利亚巨人 你看到吗 这个哥利亚巨人每天他就出来 在那边挑战以色列的军队 你们快点派人来 谁可以答应我们就做你们的努力 他每天又挂来 侮辱上帝 侮辱上帝的子民 他每天就挑战那些以色列人 快点 派人出来打我 哎哟你看扫罗王跟他的人民 跟他的士兵全部都很怕哦 因为那哥利亚实在太大太高了 有一天 大卫的爸爸 就叫大卫送一点食物 给他的哥哥跟他的军长 然后大卫就来到这个战营这边 来到以拉古这里 然后就听到了 哥利亚在那边又在那边呛下 大声挑战以色列的军队 然后所有的军队 他们的哥哥 他们全部也是很怕哦 就快点跑掉 可是大卫就问他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他可以用卦语来 侮辱上帝跟侮辱上帝的军队 那个人就跟大卫讲 哦这个叫哥利亚 然后这个人还跑去跟国王讲 跟扫罗王讲 扫罗王那个大卫 他问这个问题 扫罗王就快点叫大卫来 大卫讲 国王不要怕 我可以去打哥利亚 国王讲你凭什么打哥利亚 你才是一个孩子 然后大卫就告诉他 我当我爸爸看羊的时候 有狮子有熊 我都可以打败他们 我相信保护我的上帝 就是救我 从狮子跟熊的口中 救我的上帝 一定可以帮我打赢哥利亚的 不要担心 上帝会帮助我的 所以大卫跟国王讲了之后 国王就讲ok啦我让你去啦 ok 所以现在他要准备好咯 他怎么准备呢 他怎么准备去打哥利亚 你知道吗 他走到一个小溪边 他选了五个 他选了五粒小石头 刮刮圆圆的小石头 他姐可以跟我讲吗 ok 然后他就来到哥利亚的面前 来到哥利亚面前的时候呢 哇 那个哥利亚看到他在那边笑 你以为我是什么 你以为我是一只狗啊 你拿架子来就来对抗我 你怎么可能答应我 大卫讲 你不要小看我 你拿着刀剑来对抗我 但是我是靠着上帝的名字 来打你的 然后呢 他就这样把石头放他的 sling里面 然后这样转转转转转 丢哥利亚的头 一个就打到他的头这里 太阳穴这里 然后你看哥利亚是怎样啊 整个向前倒去 事情里面讲哦 那个石头击中哥利亚之后 那个石头哦 沉进去里面 然后呢 哥利亚倒的时候 他不是倒后面 如果有东西打到你 你是不是倒后面了 是不是 可是哥利亚呢 他确实不腹 这样子倒下去的哦 然后 就因为他倒下去了 大卫就去 走上前去 用刀把他的头给割下来啊 就大卫就得胜了 所以你看呢 今天的故事里面 这个大卫他只是用 小石头放在那个 sling 我们叫sling啊 sling 他就把石头丢出去的时候 这个石头打到 打到哥利亚的头这里 然后存下去 好 刚才我讲过 哥利亚怎么倒 为什么圣经里面要写下来 很重要 因为这个让我们看到 打赢这场战的 不是大卫 是上帝 如果是大卫的话 哥利亚应该是 如果是大卫 哇 很准 你可以讲大卫 很准嘛 那个石头这样打到他开 他死了 是大卫的功了 可是 圣经里面的记录 告诉我们 是的 因为如果我们打到 是下后倒的 对吗 他是圣经里面故意写 哥利亚是向前倒下去的 他是要让你看到 真正在做功的 是上帝 就像刚才我们的水这样 上帝就很像那个水这样 虽然我们水是透明看不到 但是他一直在保护着 那个吉他对吗 所以今天 大卫能够打赢那个哥利亚 完全是因为 他信靠上帝的关系 是上帝 一直在帮助他 拯救他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Next 所以大卫能够过胜 完全是靠上帝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第二 特利亚他虽然很高大 很恐怖 但是上帝比他更大 这个是那个 以色列的军队跟扫罗王 没有发现到的 但是大卫 但是大卫发现到 他知道虽然这个哥利亚 很恐怖很大 很大声啊 又很高大 但是他知道上帝比他大 所以大卫他没有怕哦 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是会遇到 像哥利亚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 这样的物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例子 比如说你去到学校 遇到一些常常欺负你的人 这些欺负你的人可能很高大 每天看到你就打你一下 每天都要弄你的东西一下 这些人哦 就很像我们生命中的巨人 我们每次看到他就很怕 就很想跑 就很想躲 就很像那以色列军队 在哥利亚挑战他们的时候那种感受 对吗 还有什么事情 遇到功课 遇到功课 很难很难很难做的时候 一大堆功课遇到这个 哇 算了 算不出来 然后头很痛 啊 功课可能是我们很怕的东西 是 有时候我们的功课很难 有时候我们太多功课 我们觉得很大的压力 那个功课 你听到功课哦 你就很怕了 你一听到功课 你就很担心啊 就很像那些 以色列人听到 哥利亚叫 他们就怕 所以功课有可能是你的巨人 还有呢 有时候我们去爬山 爸爸妈妈带你去爬山 你看到那个山这样高 还有这样远的路 你已经没有力气了 你觉得 我不可能坐高 我不可能爬到山顶上 但是 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巨人 心里面 你要相信 心里面告诉我们 哎呀 你不可以的啦 你这样想 你哪里有力爬到山顶 哪里可以 不是我们讲大了 这些 很多这些事情 都会告诉你 你不行的 你很想 就像哥利亚跟大卫讲这样 你哪里可能会赢我 你这样想 对吗 还有什么事情 下一个 还有就是 有些人 有些人很怕 暗暗的晚上 晚上 暗暗 他们就开始怕 有些人又怕鬼 有些人又怕恐怖的东西 monster 什么 很多人都很怕很多东西的 这些东西就很像他们生命中的巨人一样 就很像他们生命中的哥利亚一样 OK 我看 但是 大家一起读 上帝比 这些 更大 是 上帝比那些 上帝比那些欺负你的人大 上帝比那些功课还要大 上帝比那些 你怕的鬼 什么 暗 什么雷声 上帝比这些都要大 OK 所以 我们 当我们遇到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 啊 记得 呼求上帝 记得上帝比这些都大 所以我们要呼求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学习 大卫 全然的信靠上帝 然后去克服生命中的巨人 去克服生命中的困难 记得上帝比这一切都大 所以你不要觉得 上帝有可能帮我咩 记得上帝可以帮我咩 上帝一定可以 因为上帝比这一切都大 OK 就像大卫这样 大卫信靠上帝 所以他得胜了 你也可以 你遇到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 记得寻求上帝 像大卫这样 全然的信靠上帝 让上帝帮助我们 去克服我们生命中的巨人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京剧 跟我们刚才唱的歌 有点关系哦 刚才你记得吗 有人靠车 我们不是唱哦 有人靠马 但是我们却靠 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耶和华就是上帝的意思 耶和华就是上帝的意思 我们就靠着上帝的名 我们靠着上帝就可以了 有些人靠车什么意思 那好像以前他们打仗哦 有些人是靠谁的那个战车多 有些人是靠谁的马很厉害 但是呢 圣经里面讲什么 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在诗篇二十篇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啊 来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诗篇二十篇第七节 好 好 现在请你们来读一次啊 刚才到我 我改 我读了两次 到你们了 一 可以大家开麦来一起读 来 一 二 三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天和华我们华我们神的名 诗篇二十篇 第七 十篇二十章四节 二十篇十篇我们就用篇啊 二十篇第七节 所以这一篇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要靠的是神 不是靠人 人跟我们一样有能力有限 我们靠的是上帝 ok 好吗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大家可以一起来念这个祷告 来 我们一起来念啊 你心里面想着上帝 然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祷告 好就上帝帮助我们来 一 二 三 我们一起来念 蛮有能力的天 感谢你 让我听到你 那我当下的代表 天雅的故事 求你使我们向大卫 让我们心面对困难 向大为心 让祝福你的心 祝福你的心 公主耶稣的面应 阿们 阿们 大家都可以说阿们 记得第二首歌我们唱 Yes. 阿们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靠着上帝去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巨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说yes 阿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现在要来玩一个游戏 对对对 看着足球顶了头顶 顶左右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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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24个 我中二十四个 你在家里呢 都准备功夫很简单 这个你只需要准备一张卡片 从那个箱子里面剪下来的卡片 然后你就 在那个卡片 你可以把那个卡片折一点去后面 然后在这里你挂蛤蜊 我觉得我挂的这个蛤蜊 有一点太仁慈了 挂凶一点的蛤蜊 老师挂的好像很温柔 很直想这样 不要像我这样啊 然后 你就在中间它的额头这边 剪一个洞 然后 你准备一个plastic bag plastic bag 然后你就把这个plastic bag 把plastic放在里面 不是不是 把它抽进去plastic 对 对 把这个plastic bag 粘在这个洞口那边 粘在这个洞口 你可以用胶子 可以用胶子 好吗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我现在可以进去 等一下 你后面就这样子把它粘起来 前面就像这样 看到吗 然后呢 我剪了两根这个卡片 我要这样子粘住 它才不会倒去后面 OK 这样子就好了 你看我只是后面做一个顶住的 然后我前面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住 OK 我现在请旭云老师来做啊 因为我拿住我不可以 你拿报纸哦 你拿报纸 用报纸 用报纸做个小球 然后你们就可以做多多个小球 做多个小球 然后你们就比赛 看谁可以丢到那个哥利亚的额头这边 OK 你们可以比赛你跟你的姐姐 妹妹 弟弟 哥哥比赛 看谁赢啊 现在我跟旭云老师 现在我跟旭云老师比赛 你们觉得我会赢还是旭云老师会赢 不懂 不懂 你会的 你不要选一个 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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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的 我先丢啊 我先丢啊 看我丢得到吗 我失败了 我失败了 OK 到旭云老师丢 OK啊 你们看啊 看会 OK 哇 进了一个 你看 进了一个 你看 很清楚哦 可以拿出来 我给你先个巴黎亚 进了一个 OK 所以你们可以在家里玩这个 丢格利亚 可以玩这个丢格利亚的游戏 好吗 跟你的爸爸 challenge 跟你的妈妈 challenge OK 好 这个准备功夫很容易而已 然后就可以 玩 一个下午了咯 我们看谁赢啊 下个星期你告诉我谁赢 哈 这是要准备功夫啊 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很简单 OK 好 好 我们今天的课 就上到这里 在还没有走之前 我们要来唱 唱刚才的那首歌 第三首歌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我们却靠耶和华 我们的名 我们唱一次了之后 我们就要祷告 有人靠岛 有人靠马 有人靠马 我却醒到 野荒花山地名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在新族里的声 有的声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家里面 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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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敌恩惠不能太无畏 守靠你明和的勇赴 心跳你敌并不是受惠 Hallelujah! Hallelujah! 带着与你的双勇和声 Hallelujah! Hallelujah! 必须在明昏不清河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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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与你的善勇得上 Hallelujah! Hallelujah! 必须在明昏不清河 是的,靠着神的名我们就必得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 今天透过大卫和巴利亚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靠着你的名我们必得胜 因为主你比我们一切生命中的困难更大 因为你是那位伟大又有能力的上帝 所主帮助我们决心大卫一样 能够完全的信靠你 在我们遇到生命中的困难 遇到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要寻求你 因为你必定能够帮助我们 主我们求你继续看顾保守每个小朋友 赐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 也帮助他们在家里的时候 能够活出教导他们的成为好孩子 祝我们把每个人都交在你身手当中 感谢你找到公主耶稣明求 所有上帝的小孩说 阿们 阿们 好 谢谢你们今天的参与 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咯 拜拜 下个经纪店咯 拜拜 拜拜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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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